刘德华新一轮世界巡回演唱会于9月11日在上海首站演出 熟悉刘德华的人都知道 他的演唱会一向都有大腕明星助阵 这也成为他的一个特色 但是这一次的上海演唱会却做了调整 这一次刘德华没有邀请任何嘉宾 而是将舞台效果做了全面升级 我们来看一下 刘德华在上海开唱的当天是周三 本以为工作日会影响上座率 不过当天歌迷很给面子 全场一万六千个观众席位几乎全部坐满 而为了回馈歌迷 刘德华还将香港宏馆的四面舞台搬到上海 这也是他二十年来 首次在上海使用四面舞台 主动拉近与歌迷的距离 就像回家一样 比如说你就在家 你看到成长的那些人 你就觉得 你的儿子在开演唱会 当天演唱会最大的亮点 就是舞台设计了 先是刘德华站在仅有四条钢索的舞台空降现场 凭借充满梦幻的灯光效果 让演唱会有了个美好的开头 而最吸引眼球的 就是要属舞台正中的水木设计 可以自由变换 不仅很有欣赏性 而且还非常的应景 整场演唱会期间 刘德华多次乘坐吊栏 升至十几米高空后 再沿着舞台顶层钢架 边走边唱 近距离接触歌迷 唱到性能 甚至还扯掉上衣 大秀自己的六块腹肌 全程三个小时的演唱会 刘德华唱了 爱你一万年 笨小孩 都怪我 等经典歌曲 据悉 上海站之后 刘德华还将继续在北京 南京等地进行全国巡演 爱你一万年 爱你今年 爱你知名 sign UK 各自以後 接触升至同地